3月16日正值藏力2月初三 按照藏力传统及西藏气候特点 西藏各地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春耕 农田里桑烟鸟鸟 经过精心打扮的耕牛走过农田 拉萨市堆龙德晋区德庆村 春耕仪式的序幕正式拉开 身着盛装的村民 手持寓意无骨风灯的切码盒走进农田 40多辆挂着洁白哈达的拖拉机紧随其后 一粒粒青棵种子被村民洒进田地里 延续数百年的二牛台杠已经成为历史 机械化耕作让村民的农业生产更加高效 在春耕营 仪式现场传来阵阵歌声 妇女们拿着木耙一边霸地一边唱歌 还原了过去人力耕种时的景象 尽管装备已经升级 但传统春耕习俗依然在延续 向天空抛洒沾巴 互浸一杯清磕酒 燃起一缕桑烟等形式 让春耕充满了仪式感 大家在农田里 在歌在舞 祈祷今年风调雨顺 五谷风登 今天我们这个春耕春波仪式的话 也是非常的热闹 咱们村民这边的话 也是举行了一些传统的 这个藏戏还有锅装 二牛台杠 然后还原了一些 过去劳作时候的一些景象 这也是村民一个祈祷 今年一个更好的收藏 就这么一个仪式 当日在西藏拉萨 日喀泽 山南等地 按照各自传统习俗 在田间地头 也陆续展开了春耕仪式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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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